在芝加哥的湖滨大道上开车回家 视频编号25 第九部分共九部分 我所有的视频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不幸的是 所有翻译软件的准确率只有80% 如有错误 敬请原谅 我不是开车去湖滨开车 因为这会使这段视频长约一小时 所以我只是向您展示您在驾驶时 可以看到的更好的部分 您看不到的部分是湖畔所有 非常适合闲逛的部分 湖畔没有一处是坏的 湖畔的每一处都很棒 你只是不能从路上看到它 芝加哥市刚刚将湖滨大道的名称 改为John Baptist Point Ducebo Lake Shore Drive 以纪念该地区第一位非土著定居者的黑人 没错 一个黑人创立了芝加哥 当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和几个朋友会在晚上开车 一个多小时到城里在湖边闲逛 这总是一个美好的时光 另外它是安全的 早在八十年代停车是免费的 你可以把车开到湖边 那时芝加哥有很多波兰移民 事实上芝加哥店面标志北侧的许多街区 只有波兰人 我的一个老女朋友是波兰人 然后在九十年代 更多的上层专业人士开始向湖边靠近 所有的波兰人都搬到了郊区 城市驱逐了所有的大学生和高中生 安装了停车收费表 把湖边改成了现在 你必须把车停在停车场 然后步行到湖边的地方 部分湖畔非常浪漫 晚上我会带一个女孩来这里 我们会坐下来观看 在城市天际线背景下驶入的帆船 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希望我能向您展示 但我刚刚发现 我的相机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 无法正常工作 如果你看向湖边 你应该会看到 海滩上有很多船和人 当我父亲在芝加哥市中心 有他的办公室时 我和我的朋友会把我们的自行车 放在他的车后座上 然后整天在海滩上闲逛 是的 我们试图去接女孩 但没有运气 但是至少我们得到了一些练习 阿姨 我们试图去见 而且在间他 当然是 年王 朝日 你 这是 年秩序 是 这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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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